《爸爸去哪儿》第五季如火如荼的播出着这一季的萌娃受关注度特别高 尤其是来自台湾的刘更红的女儿小泡芙 长相萌萌的,打扮小公主模样 一口台湾腔软萌可爱 笑起来的时候更是眼睛弯弯的 特别有感染力 节目刚播出第一期 小泡芙就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小孩子 更是多次霸占微博热搜榜 恩亨从一开始见到小泡芙就对这个软萌可爱的小女孩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 各种搭讪套近乎,热情似火 尤其是有一期 恩亨趁小泡芙不注意的时候偷亲了小泡芙的脸蛋 还当场炫耀给杜江看 杜江也是当场就教育了儿子恩亨 小泡芙见到爸爸刘更宏之后把恩亨亲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 刘更宏也教育了女儿 不许给家亲,有要亲你的时候要真的爸爸的同意 虽然当期的节目中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但是第三期节目的时候 小泡芙明显在回避热情的恩亨了恩亨找他急找的时候 小泡芙也是一脸萌萌的样子 恩亨热情的邀请小泡芙一起去找房子的时候 小泡芙也迅速的把手背到了身后 这明显的在回避恩亨啊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估计小泡芙回家后又被刘更宏给教育了 不然怎么如此回避恩亨呢 在新播出的一期节目中 几个家庭相互换着装扮房间 陈小春把小泡芙的房间装扮得像个公主房 而刘更宏给无尊的房间装扮得 让观众们无力吐槽 地上桌子上都是放了绿叶子 让本来充满期待的妮妮很是失望 网友们更是表示 刘更宏的装扮实在是太敷衍了 节目越看到最后 网友们越觉着 刘更宏对女儿小泡芙太过于紧张了 对于小孩子之间的相处也太过于紧张了 反而热情机智的恩亨和单纯可爱的小小春 更加的讨喜欢 恩亨承包了这一季爸爸去哪儿的笑点 而小小春单纯乐观懂事 即便是和爸爸住了最破的房子也是开心满面 他的笑像是一缕阳光照在观众的心头 从节目最开始的万喜爱到现在的很多闲 刘更宏和小泡芙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或许是对小泡芙和恩亨的相处太过于紧张 也或许是对别的家庭不够热情 布置房间也敷衍 虽然是真秀 但是很多物的性格也能渐渐的体现出来 你喜欢刘更宏和小泡芙吗 你最喜欢哪个家庭呢 谢谢你 因为这种气息 我不应该须做搬 太不要了 你不应该对的 你要看我 对你的故事 我的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